接着来看到的是佛光山的南天寺 日前举办的玉林祈福典礼 活动上离请到南天寺的监院 绝宁法师来煮法 带领着40多位的孩子参加 有近200位家长亲友共同见证 家长亲友们带着孩子们来到大殿 接触佛法熏陶 佛光山澳洲南天寺 日前举办玉林祈福典礼 为参加的43位佛光宝宝祈福 快乐平安长大 依序为参与的孩子洒进祈福 法师们也帮孩子们带起佛像挂饰 场面温馨 而南天寺监院绝宁法师 也为参与的家长及孩子 开始祝福 埋下铺梯种子 活动当天除了是三位孩子参加典礼之外 包含家长及亲友们多达200多位 共同参与见证 也一同为孩子们祈福 希望能在佛陀的加倍下 保有善良 平安健康长大 这位是澳洲雪梨 综合报道